我们看一下假使每一个题目 都是由谁的导函数等于他的话 等于他的话 我们会得到这个不定积分 会等于大F再加C 每个题目这样子思考的话 会很麻烦 所以利用这个定义 我们利用导函数的定义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table 4-1-1 我们可以得到表4-1-1 4-1微分 由导函数来得到积分的公式 有微分来得到积分的公式 Anti-Differentiation is guesswork 反导函数是一个猜想的工作 用猜测的工作 By looking only at the deletive of a function 就是说有一个函数 要找到导函数 We try to guess 我们就猜 用猜的这function itself 我们是猜他的导函数 到底是多少 又慢慢用test 会比较麻烦一点 It simplifies this guessing process 我们把它简化 简化这个过程 简化这个猜测的过程 If we keep in mind 我们就是来思考 keep in mind 来思考 That every differentiation formula 每一个导函数的公式 produce a companion integration formula 就是说每一个导函数的公式 可以得到一个积分的相对应的公式 机分相对应的公式 我们就会得到table4-1-1 table4-1-1 这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初学者是先寄两边 先寄两边 左右两边 功力够了以后 就直接寄右边 就直接这右半边 直接寄这右半边 左半边就不要管它了 功力够的话 初学者最好是两边一起寄 第一个 X导函数是1 所以左边是大F 右边是小F 所以小F的不定积分是大F 再加个积分场数C 第二个 Xn加1 除以N加1的导函数是Xn次方 次方对分器次方减移 那分母不能为0 所以左边是大F 右边是小F 所以小F的不定积分 是大F再加个C 大F再加个C 第一个E可以省略 第一个复法要记得 1一般都给它省略掉 1一个省略掉要记得 第二个N不能得以-1 N得以-1后面会有公式 过来 Nature Log S绝对值等于X分之1 再加绝对值 写Nature Log S的绝对值 表示X是属于R X不等于0 假设直接写Nature Log S的话 X要大于0 X要属于R X要属于R X要大于0 X要属于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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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负的 X不能 对数里面的数 我们叫做帧数 不能负的 所以这个 这个截对值 要证明这个很简单 分X大于0 X小于0 但是X不能等于0 会得到 连锁的公式 会得到这一个 第三个维分公式 所以左边是大F 右边是小F 所以小F的不定积分 是大F再加C 记得再加个绝对值 加个绝对值 3的导含是cos 所以cos的机会是正傻 cos的导含是负傻 本来cos的导含是负傻 cos的导含是负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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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面乘以负会得这个 负cos的导含是正傻 所以3的不定积分是负cos 再加个基本常数C tengen的导含是second平方 所以second平方的不定积分 是tengen再加个基本常数C cos的平方是负cos的平方 在两面乘以负 一样 所以cos平方的不定积分 是负cos再加C 再过来second的不定积分 是second乘tengen 最后加一个小小圆点 会比较好一点 second乘tengen 所以second乘tengen的不定积分 是second再加C cos的不定积分 打完出来是负cos的cortent 两面乘以负号 会得到这个 所以cos乘tengen的不定积分 cos乘tengen的不定积分 description 1 所以成果不要距离 是答案 所以 종乘tengen的不定积分 是答案 是答案 再加C 答案 Yahweh 위 答案 跟前面一个都差一个符号 所以一般反三角元素档案素是G3个 积分也一样是G3个 那1的S档案素是造超 自然质算是档案素造超 所以1的S的不定积分 当然是造超再加个积分场数C 后来 A的S的档案素 是NATURALOG A 分之 NATURALOG A乘以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西 DDS A的S档案素 是A的S 乘以NATURALOG A 所以两边除以NATURALOG A 获得这公式 所以A的S 左边是大F 右边是小F 所以小F的不定积分 是大F 再加个积分场数C 因为我们的指数的底或对数的底 都是大于0 不等于基本常识 我们的底数或指数的底是大于0 不等于1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Table 4-1-1 4-1-1 这是基本公式 你基本公式不会 等下到4-2 你还是不会 所以我们先把码木工给他做好 这是基本公式 基本公式 这个是多相式函数 过来对数函数 过来6个三角函数的倒函数 过来是3个反三角函数倒函数 过来指数函数有2个 最后一个14个是比较 比较复杂一点点的A的S 13是基本型 1的X的 这是表4-1-1 同学们要先把基础的东西给他记下来 到4-2 变化型的时候才会比较能够 家庆就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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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庆就熟